近年樓價不斷上升 加上金管局不斷推出辣椒收緊按揭 現在要買樓的話 首期動不動也要過百萬 年輕人即使如何努力儲蓄 似乎上車之日遙遙無期 所以靠庫綱實在無可厚非 不過我認為 肢業靠庫綱必須三思而後恨 如果父母將所有的積蓄或退休金 贈送給子女作為首期 他們退休之後 其實已經不會再有收入 到時有可能令他們退休儲備不足夠 就要日後削減他們自己的生活費 再加上年紀大機器壞 隨著他們年齡增加 他們的醫療費用也會相應增加 如果他們的儲備不足 又遇到突發的事情 其實所有的支出都轉嫁在子女身上 其實子女的負擔也會增加了 如果有父母不惜將自己自主的物業 趁著現在低息口高樓價的試放下 將家案套現 再將資金給子女作為首期 這個做法更加危機重重 因為剛剛所說 他們已經是退休之零 他們的還款能力一定是大不如前 如果日後加息 或者他們不能繼續供款 這些供款有機會轉嫁在子女身上 如果現在子女勉強供款 到時有機會令兩代人都陷入債務危機 其實千萬不要以為上車代表圓夢 如果子女本身供樓條件有限 勉強協助他們置業都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按揭貸款的供款期長達20至30年 如果子女初出茅廬 他們的工作收入和穩定性都是未知之數 再加上本港未來都會跟隨美國那邊加息 必然勉強上車的人就會受到衝擊 所以切勿低估樓市的風險 以及高估自己本身的還款能力 如果是這樣的話 到時候有機會不但置業夢碎 更加有機會負債累累